这空岛也太得太能找了吧 小伙伴们说了 空岛是随机出生 一般运气好的话 一个小时就能找到 宝没当的话 轻则三天三夜 冬则三个月 甚至永远找不到 哼 这也太难为我吧 姐姐不怕不怕 只有鞋够多就能找得到 但愿吧 这里的冰箱好专官 简直鬼捕神功 出神入化 要是来这里改建冰宝 肯定省下不少工作 不要提上 改天一定要来 咦 继续长途拔射 望里长江 哎 瞧我发现什么 哦耶 是火山地形 我没想到 小火山地形比岛空岛还容易 这可能就叫 山穹水静一无路 柳暗花名用一春 哈哈 地水之歌 冰火两重天 迷你大陆的地形设计 真漂亮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火山地形 有啥惊心了 GoGoGo 魂地上发出温泉热记 跟现在广东天气有得一听 还好我习惯热成狗 不然等堪着空调 才敢来火山地形冒险 咦 这是 猎文中布满岩浆的方块 能吃吗 赚头挑不了 得用大宝藏 呀 直接被岩浆给融化了 那边还有很多 这次小心地挑 这是 岩浆块 充满岩浆的岩浆块 积碎后会流出岩浆 不该呀 这玩意敲碎没有岩浆呀 姐姐 要是要是方块敲掉才有岩浆 哦 还以为自己犯的 敲碎也会有岩浆 那我就能做无限岩浆 看来是我想做了 做AA的优势是啥 用小手手就能裸掉 黑岩浆块 岩浆流失落的岩浆块 可作为燃料使用 这个没上一个作用 要是火力猛的话 改天我再来鲁翼撞回去 继续上去看看 哇 好烫好烫 可恶啊 这能加快 像个点燃的美雄 不能乱踩 只能飞高高 发现一条密道 这里面有点像宫殿的感觉 整鞋干净 四条灯柱子 有点像猛眼星野鸡的样子 三个小祭坛 哦 我知道了 这里就是召唤火山丸的地方 可惜我身上没有召唤火山丸 三样东西 不然我现在就能打火山丸 太简直了 因为现在的装备打火山丸 会乱在地上摩托了 好吧好吧 你们都说火山丸很厉害 那他就很厉害吧 到时候我把装备升级一波 再来挑战吧 说真的 这么大的boss召唤场 每个守卫都没有 这火山丸也太没面子吧 而且这里那么漂亮 又是来了小偷怎么办呀 嗯 姐姐你在干嘛 嗯 我觉得这铁块会去装饰机械城堡 刚刚好 毕竟马都来了嘛 火山丸又不在 我肯定要带点东西走啊 嗯 姐姐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偷 不不不 我是提前带着张力品 因为很快火山丸就会被我打败的呀 哈哈 这一大群铁台阶 受的真尽性 一块铁台阶需要五块铁而成 就算是一波小发财 两千年之后 啦啦啦啦 简简单单就收了一百多块铁台铁 剩下的这几条铁楼梯 等打败火山完 再来全部收掉吧 说真的 堂堂迷你最强boss 还是有点守卫比较好 走啦走啦 咦 这不是说头线吗 你之前在恋恋新见过 别这么害羞 那小伙伴看看你们可爱的模样嘛 我看啊 就是你的妹举 啊 好烫好烫 蛤 个子小小那么凶 啊 惨了惨了 哼 这说头线伤害打那么高啊 直接当场给我探屋了 可恶啊 今天探居就白飞了